我如果我不是养了那两条狗 一直在陪伴我 我这么低谷的时候 真的我想过 我觉得宠物陪伴你 还稍微有点寄托 对 老公没有能够安慰到你吗 没有 一天到晚就是忙他的事情 他根本就没有 真正的用心来关心过你 刘女士坦言 在自己最失落绝望的时候 如果身为丈夫的王先生 能够站在他身旁 给他力量和支撑 他也不至于会万念俱灰 像如今这般痛苦 但令他极度失望的是 丈夫除了感情上给不到他抚慰 当他牙疼需要钱治疗的时候 王先生居然还推三阻四 当起了甩手掌柜 英语开始 我的牙就开始太疼 就是因为他儿子女儿的事情 让你心情不好 就开始那个牙疼 痛得我右边有一颗牙子都掉了 三四颗草牙 都痛得吃不了饭 就看一下牙 要花两三万块钱 我跟他说 他叫我去找我女儿要钱 他没有钱 退卸责任啊 他不想帮你承担 对 我问一下王先生 你怎么想的 为什么想到说 让他女儿去付这个钱 当时我第一次知道的是 就是小孩发信息给我 他叫妈妈要看牙 他因为我上半年去北京 北京的疫情 几个月没发工资 没有发一份钱 我就回来了 他没有钱 我就跟那个小孩讲了下 我以为是看牙 可能两到三千块钱就够了 我就跟他说 我叫你先带妈妈去看 这两个月我弄到钱上 我就转回给他 我的意思 先让小孩先付一下 或是叫他去帮妈妈治呀 是我会出这个钱 他就对我太敷衍了 他如果是关心我 对我有责任性的话 他就会去想办法 刘女士指出 王先生所谓的没钱 只是一个借口 可王先生却忍不住为自己喊冤 他告诉我们 近几年 他之所以没有花时间去陪伴妻子 安慰妻子 是因为他忙着去赚钱 只是最后投资失败 他不仅没挣到钱 还欠下了巨额的债务